紅藍兩隊啊 在討論他們一百公尺 四位選手的安排棒次 像這個四百公尺接力啊 有四棒棒次的安排呢 是用什麼樣的一個技巧 其實它是有一點點策略性的 那基本上就是說每一位 這個速度都要很快 它是一定 是 但是當然第一棒跟二三 跟第四棒它是完全不一樣的 譬如說第一棒的話 我們就是要找一個怎麼樣 就是 就是說它怎麼去抓 抓這個名槍的時間 搶得先機 這個很重要 等一下我們那個四百公尺的話 因為第一棒其實因為有槍身 壓力很大 是 所以誰不怕槍的 說 我也很怕 好 妳等於是 女生 女生 對啊 妳要加法嗎 我幫妳準備 好 所以KIMI第一個 對 然後凱莉跑最後一棒 因為實際上第一棒是 第一個是要抓那個時間 然後最後一棒的話 是你要落著衝刺 方芸是在我們上次測驗 她是跑最快的 對 所以我們應該要在前三棒的加油 對 我忘記我上次跑多少 16秒3 16秒3 然後方芸是15秒9 這樣也是16秒 所以其實還接近 所以前三棒要加油 好 三棒是怎麼排 因為CiCi 我覺得CiCi最後一棒 CiCi一定要跑 因為她怕槍身 對 她是跟我說 她可能會這樣看 CiCi 怎麼要在下身 CiCi 我會這樣講嗎 CiCi 棒 搶一搶 叫屁啦 對啊 好 那1 2 3 1 2 3 4 好 然後我們 我跟Alan哥就幫他們加油 我們下一組 下一組 跟妳一組嗎 有吧 因為這第一次跑跟他們對比 所以我們一定要派最好的出來 對 我們一定要派最好的出來 一定要 男子組的話 因為我們有六個選手 基本上是沒問題 好 先把搶棒先選出來了 當然 阿柴 有 很猛 很猛 我們最後一棒 我們也能 跟小一棒 我吧 對 況實在 其實我會有點緊張 對 最後一棒其實都是 速度是最快的 對 所以我們要把他打進來 大家知道嗎 2016年 巴西里約奧運會的 400公尺接力賽 最令人驚豔的就是 日本隊拿到銀牌 亞洲國家拿到100公尺的銀牌 重點就在於 日本隊他們的接棒 接棒的技巧 全世界都讚嘆 包括了閃電 BOT都讚嘆 我要圓頭還是 我圓頭 好 中間四五 圓頭 來 加油 圓頭 沒大 沒大 對 第一棒是紅隊 我們藍隊是第二棒 OK OK 來 來 好的 從這個棒次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果然是第一棒跟第四棒呢 都是排出呢 跑得比較快的選手 像藍隊的KIMI呢 他在100公尺的測試 是16秒12 那中間的第二棒的安穎橋 是17秒48 王軒是18秒06 那凱莉是16秒03 紅隊的芝芝呢 在100公尺的測試 是16秒58 那第二棒起棋是16秒78 阿樂是19秒41 方芸是在16秒之內喔 他是15秒99 最快的 最快的 所以這場比賽呢 到底第一面獎牌 第一個分組比賽的冠軍 會是哪一隊呢 加油 好 加油 加油 好 加油 加油 好 你去祝福400公尺接力賽 即將開始 藍隊的第一棒KIMI 第一棒的起跑 在起跑了 聽過的比賽彎道 對 就有一400公尺 是不能夠搶泡道的 真的過彎的時候 那個差距就會變小 超強的超強的紅隊 對 紅隊的支持 通常呢 支持的爆發力是非常強的 打來球都打地 即將要接棒了 接棒了在紅隊的第二棒的起棋 現在稍微距離有點拉開 對 對 即將要進入到第三棒 這一棒最令人擔心的 最令人擔心的 紅隊的哈勒 以及藍隊的王瑄 跳棒 真的是跳棒會差最多 剛剛紅隊的優勢已經瞬間 就沒有了 不過經過了這個彎道之後 現在是藍隊的王瑄 持續的領先 持續的領先 大概有10公尺 現在第四棒衝刺棒 衝刺棒 舉現藍隊的凱莉 馬上是紅隊的暴運 紅隊的暴運 現在極有落後 一點點的距離衝得上去嗎 紅隊的暴運 還是來蹲蹲凱莉 凱莉現在要準備恐慌重點 準備恐慌重點 結合同時耶 雖然說暴運之後還是 激勵了衝刺 但最終的結果 全民之運動會優勢來的 第一場比賽 女子組400公尺接力賽的 勝對是藍隊 來 舒緩一下 先走 先走 我犯了這不該犯得錯 怎麼要哭了 為什麼 他跳棒了 剛剛跳棒了 需要一點愛了 沒事 沒事 給他一點 完全沒關係 NO 你只有實力了 沒關係 沒事 我們就不給你衛生紙 你哭到底 我們又是因為你輸很多很多 差一點點而已 沒問題 你一點而已 我快點 好看 真的好看 你鑑定我們的 沒有問題 謝謝你 你已經很棒了 這我覺得我今天跑得快 真的跑很快 謝謝 妳就對了嘛 辛苦了 正式的參加這個運動比賽 才知道真的 零點幾秒 真的都差很多 我前面追回來的秒數 都被我浪費掉了 我覺得這個 超級超級 不應該煩 真的 我不知道怎麼行 接下來進行男子組 400公尺的接力賽 我們再來看一看 藍、紅兩隊的正人 分別是誰呢 好 藍隊 第一棒邱宇辰 第二棒胡宇薇 第三棒正義 第一棒夏和熙 我在紅隊的部分 第一棒是阿昌 第二棒屁辰 第三棒是李久哲 第四棒是楊騎 來就過400公尺 接力的比賽要開始了 既然要單力做一棒 就得用力跑 我被選第三次 然後就開始緊張了 可是是有點期待的緊張 OK 當時阿聽到教練 把我第一棒 第一棒 對 都很好地 其實當家裡真的蠻執張的 因為我上車跑的第一棒 是在我國小的時候 然後就告訴自己說 我就是專注到自己跑道 藍隊的第一棒邱宇辰 以及紅隊的第一棒 來自於南投草屯的阿昌 就已經準備了 你看他們這個旗袍姿勢 看起來非常專業 兩個人看起來 都是比較短小驚艾的類型 好 比賽開始 比賽開始 那次跑道的是紅隊的阿昌 藍隊的是邱宇辰 在外側 邱宇辰還是稍快了一點 是的 現在邱宇辰已經要過彎 要準備接棒 接給了第二棒的紅隊 紅隊 第二棒紅隊 逼轉 逼轉 現在超過了五一位 現在已經是一輪超強超強了 這個步伐非常的快速 現在準備站到第三棒 紅隊是零九折 藍隊是綜藝 比舊哲來自韓國的選手 好想贏韓國 綜藝加油 我綜藝在後面 其實追趕要經過了彎道 來到了第四棒 兩隊最快速的 紅隊的楊淇玉 藍隊的夏和熙 現在楊淇玉 已經領下了大概五公尺 夏和熙能夠追上去嗎 紅隊的楊淇玉 四 五 現在通過了終點 現在通過了終點 藍籍組四百公尺接力賽 獲勝的是紅隊 紅隊 紅隊 漂亮 教練 喊一下 喊一下 一 二 三 紅隊 紅隊 一 二 三 二 Yes the place 很猛 腳好痠 有 我們贏了 大贏一百公尺 力圈 腳痠 有 太痛了 然後我手擦了 他又沒有嗎 有 有 有追到 你進彎的時候有吧 謝謝 還有 他也滿快的 聖經姐 超驚 聖經姐 你起跑是不是有點滑掉 沒有 我沒要 沒有 我要看就感覺好像 一 二 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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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其實有一點受影響 因為我覺得 應該要好好的表現的 但是 就自己的身體狀況 我覺得沒有處理好 覺得對隊員們很抱歉 好 好過濟 你已經痛了 好 你去抓 走回來 好 打給 刺青開始閉嘴 然後再把我躲動 跑到中間我就知道 我的腿真的不行了 在那一剎那就落後了 就知道我是累贅 所以我就想說 我們拔河跟躲避球 躲避球還可以 但是拔河對我來講 我們非常有把握 好 接下來進行的是頒獎點禮 我們首先要頒發的是 女子組400公尺接力賽 得獎的是 藍隊 我們有請黃翔大哥 大來賓來頒獎 加油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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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只贏了0.13秒啦 接下來要頒發的是 男子組400公尺接力賽 我選擇隊伍是 紅隊 恭喜紅隊代表 謝謝 紅隊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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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全民進運動會 有史以來的第一項跟第二項的 比賽項目是 紅隊跟藍隊一勝一敗 好那今天下午 還有更緊張刺激的兩隊對抗 而且是兩隊要直接 面對面的對抗了 正面交鋒 正面交鋒 敬請期待 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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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要說 你先期待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你先在一點過分 打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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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隊有 久澤哥跟小玉 我們就是靠技巧 跑叫了一下 就是 靜美女中 走 1 2 1 比賽開始 現在的勢君立敵 藍隊稍微轉了一點上風 但紅隊今天不肯放棄 不過呢 紅隊隊整個 陳漢典打頭勝 現在似乎已經是倒在街上 藍隊快要把繩子趕拉過來 歡迎回到全明星運動會 接下來要進行的是 拔河這個項目了 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呢 是在新北市的新莊體育館 這說到拔河啊 當然大家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我們台灣之光 極美女中 五星座世界冠軍 同時啊 在去年呢 在今年呢 2020年呢 我們的中華隊 在這個愛爾蘭的拔河比賽呢 更是奪下了五金一贏的好成績呢 其實呢 拔河比賽啊 它是有分呢 全隊的重量 大家猜猜看 紅隊全隊重量比較重 還是藍隊全隊的體重比較重呢 哎呀 這麼尷尬是不是 對 好 公布啊 紅隊男選手加女選手 十位選手加起來 總共的體重是 六百一十九 點八公斤 我們 十個人喔 藍隊呢 藍隊是六百零三點七公斤 所以 紅隊總重量是比藍隊多了 十六點一公斤啊 欸 這樣應該有差耶 而且呢 我們今天的賽制啊 就是這個神中線喔 優先呢 可以拉得超過我們的這個 這個隊伍 他就獲勝三戰兩勝制 各位好 對 我們是就是負責拔盤 對 那我們再次這樣講解一下規則 我們這次採三戰兩勝 好 三戰兩勝 那我們呢 雙方呢 在位置的部分呢 可以自由安排 你要交叉或單邊都可以 那我們要注意幾個地方 就是 最後面的一位那個選手 我們不要把繩子 好 拔... 不要拉完你的 腰部或者是頭部 因為怕再拉扯 所以會發生危險 選民區運動會 紅隊藍隊 拔盤比賽 三戰兩勝制的 非常的比賽就要開始了 你看大家那個是 突然就嚴肅起來了 那個眼神之銳利啊 兩隊都是最重的選手壓陣喔 紅隊是李久哲 那麼藍隊的部分 何友倫 然後他們體重第二重的 都是在前頭 比賽開始 加油 加油 我現在呢 世間立體 藍隊稍微加了一點上風 但紅隊這邊呢 不肯放棄 不過呢 紅隊在整個 陳漢典打頭勝 現在是會進去 擋太豬了 藍隊快要把繩子給拉過來 在這個時候 三戰兩勝 藍隊拿下了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哇 整體體重 藍隊比紅隊輕了 十六公斤 哇 胡玉威大頭勝 幫助藍隊拿下了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其實我從這個比賽過程當中 我看起來並不是因為 這個體重太輕 而是因為他們戴了手套 因為藍隊纏紗布 對 他們戴了手套 繩子一直往前拉拉拉 他們止不住了 是 所以才輸了第一場比賽 所以就是你說的綁滑 對 反而戴了麻布手套的紅隊 比較 是因為這樣子嗎 對 你待會兒看你就知道了 對 但是我發現他們紅隊啊 都是一二煞 就是不是煞 你是不是就變成說在秒數上面 你就會有兩秒的時間是放 比較輕的 這個力道倒是我 我倒是覺得還好 因為每個人的節奏都不一樣 對 就像我在打的時候 你一握不住的話 你身體就往這邊拉了 對 所以現在 藍隊先下一程 有力有差耶 有差喔 怎麼兩個那麼壯在那邊 先不要超級 不要超級 不要超級 從來那種 好久沒有那麼嗨過 對啊 好久沒有就是嗨到 就是那種 有心情 特別心情 好 穩著 穩著 因為我們現在不一樣的是 他們用綁的 你可以幫我拿走 他們每個都是用綁的 我們這個很滑 你不覺得很滑嗎 我試試看好了 我們來滾一下 對啊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剛才是都太輕後 我們再提醒 OK 我們跟身體不一樣 好 我覺得這個太滑 太滑了 他這根本抓不住 我們還沒開始的時候 重心就全部先往後 反正他們也 我們就不要 因為他們也往後沒往後 其實就是拉住的 對 那可能那批我們太客氣 一開始我們 他們往後拉一下 一逼 我覺得在開賽的前 三秒 兩秒之後 我們有把紅子拉回去 整個節奏上 整個節奏上面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一個人在休息室的時候 大家都說 那我們感覺就中很多 撞很多 應該不會輸吧 但不能輕敵 拔河比賽 三戰兩勝士的賽制 在第一場比賽 是由藍隊拿了下來 第二場比賽要展開 雙方是互換場地 同時呢 在紅隊的部分呢 也換了策略 把麻布小套拿下來了 開始是綁著 崩蓋在手上 施法藍隊正確的做法 不知道這一次呢 紅隊有沒有機會 板位一城 對 紅隊現在已經是 背水一戰了 退無可退 這一場再輸的話 就要輸掉 拔河比賽了 沒錯 而且藍隊在上午 是傷兵比較多的喔 紅隊還有體重的優勢 有沒有辦法在這個 第二場比賽 再下一城呢 紅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